大家好 2020年的8月29日 这个 上午10点45分啊 今天是星期六啊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我看这两天有人给我留言说 你说是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大家好 说你是膨胀了 这个朋友可能是一个新订阅我的一个 良师益友啊我不敢说你们是我的粉丝啊 因为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是吧 是平原游击队还是 地道站里边说哈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啊 这个地道挖的都不一样 是吧各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因为订阅我频道的 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是希望 问候到每一个人啊 所以我说全世界 这个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可真的不是什么膨胀了 而且我早就 好几个月前 是吧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做的节目 然后到现在 现在8月底啊 8个月左右吧中间歇了一个月 也就是7个月左右啊我早就这么说的 这可不是最近我膨胀了啊 一点没有这意思啊大家 千万别这么想啊 给大家 再放一个视频啊 看着我这心揪的呀我真的好难受啊 好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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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 我不要害羞你们 你们好多变啊 用你的养贷命运 他妈也要比我妈也要比他就是比我妈 他就是比我妈 他就是比我姓死的 看着你妈妈 每一只 黑暗 我清晰的夏天 天天不清的雪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 这是发生在贵州贵阳的 这小女孩 现在家庭的压力 学校的压力 成绩的压力 攀比的压力 再加上青春期 这个阶段 正是一个大变动 不稳定 当然成年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在 去年还是前年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我在巴塞罗那也住过三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的 隔壁楼的西班牙人也跳楼自杀了 就是这种坠楼啊跳楼啊全世界都存在啊 不过这小孩才14岁啊 那么歇斯底里的哭嚎哭喊 站在那个地方 是吧 稍意不慎 他又想不开跳去直接就死了 啊 这个贵阳的事我不清楚啊 我就说北京的 光我知道的啊 光我知道的 最少三起跳楼自杀 就发生在我周围 而且这三个孩子都是小女孩 啊 这个第一个孩子呢 住在我安定门外青天湖 我们那小区西边那个楼紧挨着我们那个楼 直线距离也就是50米 我想想他们家是几层啊 我们那个楼一共是六层 可能不是五层就是六层 这一家呢是应该是租房的吧 是山东人 他们在附近卖家具 搞这个家具生意的 然后女的当兵出身 又高又壮 男的呢细皮嫩肉 比较矮比较秀气 啊 就是女的粗大 男的秀气 他们家 是两个女儿 呃 大女儿都十几岁了 又生了一个小女儿 那个大女儿呢 是171 171是重点中学啊 我不知道是东城区重点 还是北京市市重点 而且在这重点中学里 他们家这个女儿 也是品学兼优吧 啊所谓的啊按照中国的标准填鸭式的教育啊 应式教育就算品学兼优又是班干部成绩还特别好 然后有一天 突然间 就 他的父母 鸡咕咕咕的啊 连滚带爬的 就从他们那个楼上 跑下来了 啊 我还看到了 然后跑下来之后就往 从我们那个炸了门 有一个炸了门 然后往左转 往西转 就往前面跑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后来听说他们家大闺女 跳下去了 那大女儿我还见过啊 听说是各方面表现 按照中国大陆的标准都不错的 后来每次 后来我就搬走了 这个应该发生在2012年前 因为2012年 我就从安定门外搬走了 搬到旺京了 是之前的事了 然后后来听说那家人也挺伤心的 就都搬走了 然后那个房子我还记得 那个房子的那个窗户 是那种深色的那种贴膜 应该是深蓝色的窗户 而且吧周围人间 好像都是比较颜色浅的那种窗户 不知道那个房子 现在还住人没有 按照中国的标准吧 这就算凶宅了哈 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我从这路过 旁边不是六弯啊什么的 有时候我就看那窗户 我就曾经 有时候经常就想 说一个年轻的小女孩 一个高中生吧 就从那楼上跳下去 直接就死了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我们本单元 本单元六层 有一个两口子 两口子的那个女的的姐姐家的孩子 她住北边 住安真 住安真 也是他们家的女儿跳了 说是一个问题女孩 问题儿童 反正有各种各的事情吧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顺义 顺义牛栏山一中 有一个女孩 她呢特别喜欢文科 但是她妈呢 特别让她就不行 说将来不好就业 你就得学理科 然后这女孩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大概就是一个遗书这种兴致的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家里找不到 后来在那个旁边 不是有那个潮白河吗 潮白河的河堤上 发现了那女孩的自行车 后来经过打捞 那女孩就是跳河自尽了 所以这种情况真的让我很揪心 还是应该有多重选择 多重选择 成绩啊 什么学校的排名啊 我不知道啊 现在反正我儿子上学的时候 中国的学校是公布排名的 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教育机构 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摒弃了 改变这种做法 其实在西班牙我们孩子上学 学校就不公布排名 不公布排名 甚至有的孩子啊 按照中国的说法 没毕业 或者是没拿到的成绩 就蹲班了 中国的话就蹲班或者留级了 学校甚至都不会告诉其他的孩子 就是谁没毕业 或者谁没升级都不说 非常保护 在这点上我们是有体会的 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上的高中嘛 然后现在又上的大学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知道的 这点来说 西方啊 还是有一种基本的普世价值 基本的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平等啊 包括人的隐私啊 尤其是 不公布成绩 不排名 不像我们小的时候 总是给你压力 学习成绩好的孩子 完了 当然我也曾经啊 前十啊 甚至前三前五 但是后来 我很快就烦了老师的东西 我就不学了 我就开始旷课 但是别的孩子旷课 是到那个汉兵场啊 电影院啊 公园啊 而我旷课是跑到附近的书店 看我喜欢的书 所以我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 但是也不是典型的坏孩子 我走出了我自己的一条路 希望中国的教育 不要给中国的孩子更多的压力 这样是错的 真的是错的 也许他们知道 也许他们是故意的 啊 不是故意的 那么也应该改变了 那就是你们笨 你们蠢 真的 不应该这样 这个 而且各家长 其实也真的别攀比 啊 什么住多好的房子 开多好的车 自己的孩子 学习成绩好 就给自己争气了 就扭起来了 成绩不好 就扫美大眼的 无精打采的 就是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的攀比 这可能是制度的最高层的设计者 有意让你往这条道上 一个非常窄的独木桥上走 请大家订阅我 点赞 谢谢